大家好 歡迎收看KC Kitchen 我是智叔 今天的主題是烤雞 接下來有幾個重點 1. 怎樣去醃 2. 怎樣烤 3. 怎樣做醬汁 當然中間也會有小提示給大家 還未訂閱的 記得訂閱 大家看到我已經混合了醬汁 稍後教大家怎樣去醃 首先我們會先處理雞 先把頭髮切掉 把頭髮切掉 很簡單 我們會剪胸骨和脊骨的連接位 開了一邊 鍋爐小一點也沒問題 還有就是烤的時間 不用反轉 完成 記得看看內臟的清潔味 一般肺是未清掉的 我們會清潔 之後拿去洗一下 再印乾水 這裏的散件我們會全部留下 之後就用剪頭混合醬汁來醃 有什麼料呢 自己看回簡介 因為雞皮會令到味道難一點滲進去 所以我們伸一隻手進去 雞皮下面醃進去 一般來說我們全雞 就會建議醃10至12個小時 我醃了6個小時左右 其實都已經夠了 醃的時候不要加醬汁 一會兒留下有用 講完醃就講一下怎樣去烤 醃完之後 雞放上烤盤 我們會分兩個階段去烤 首先230度烤去10分鐘 進了爐的10分鐘 我們會把蔬菜切成 蔬菜是洋蔥 甘筍 西芹 用這個方法去切 切到細小粒就可以了 切完應該剛剛好10分鐘 塗一塗醃料在上面 最主要塗一陣子皮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放進焗爐 繼續烤它 烤到表皮上色 你見啡啡的其實就可以了 加上蔬菜 還有塗一塗醃料在上面 進爐後 我們會降到180度 焗多40分鐘 中間大概20分鐘左右 我們會再拿出來塗多次醃料 最後出爐 記得測一測最後肉的位置 夠不夠77度 如果你想直接嫩一點 這個溫度就是嫩得來 又可以安全食用的溫度 最後就是用 焗爐裡面的醬汁 製作雞汁來點 直接拿出醬汁 倒出來 加些麵粉下去 一邊煮一邊攪 煮一邊煮 煮起了 你看到醬汁收到差不多 其實已經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正期分享一些 家裡煮的食物 多謝收看 拜拜